今天我們來聊一下有關運動用太陽眼鏡的選擇 今天我們聊的是比較有關於佩戴的穩定性這一方面 因為鏡片我們就不聊 因為鏡片說真的每一家廠商 鏡片設計都不太一樣 尤其像奧克里他現在真的是分到非常非常的稀有 各式各樣運動專用的 所以在鏡片這邊可能聊有沒有 我可能給我三個小時我還講不完 所以我們最主要說 當你要去挑選一支運動用太陽眼鏡的時候 在鏡框的佩戴上它的穩定性 你應該怎麼樣去做選擇 因為所謂運動用太陽眼鏡 每個人從事的運動我相信都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 現在在我們台灣比較會帶運動太陽眼鏡比較主流的運動 大概哪幾項 第一個跑步 騎單車 網球 網球可能還稍微少一點 棒壘球 當然像打籃球應該沒有人會帶這個 或者是打羽毛球通常在室內也不會去帶這個 或者還有一個什麼呢 滑船 還有水上活動 這幾個 我們可能現在最大宗的我們用單車跟棒壘球來做一個解釋 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 我們稍微思考一下 當你在騎單車的時候你的頭部是不是其實是穩定的 你不會騎單車在那邊搖頭晃腦 對不對 要不是吃了搖頭碗去騎車 所以通常你的頭部是穩定 你可能頂多 稍微看一下左右路邊的路況還有前方 你的頭可能就是抬起來稍微這樣晃一下 好 今天我們換個場景 你在打棒壘球 你隨時球打出來的蹦你要趕快跑 而且跑的速度是快的 那個是瞬間左右的移動 或者是你打網球的時候 是不是對方球打過來了 你要瞬間的移動 那你會發現這兩點 你的頭部的動態一個是這樣子 一個是有沒有 這樣子的差別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頭的晃動的強烈程度 是差非常多的 那這個時候穩定性就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種太陽眼鏡 這種造型就是說什麼呢 它是一個鏡片 然後鼻墊鏡角就是支撐在鏡片上面 這樣子的太陽眼鏡其實很受歡迎 為什麼呢 第一個它配戴起來舒適性很好 第一個它會比較輕 再來呢 因為它是靠鏡片支撐 所以有沒有 它彈性會比較好 你戴起來比較不會有那種 夾頭有沒有 把你的頭夾得很緊 那種感覺 但是相對的 這個好 你打棒壘球的時候 當你跑快一點 甚至撲下去 可能眼鏡掉了 或者說你在外眼 你在追球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不夠 可能鏡片會晃 眼鏡會晃 那會晃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你落球點的判斷 產生一些失誤 對不對 各位講什麼 我懂我說什麼吧 所以像 奧克里的 雷達拉克 它本身 它整個框面是這樣子 一體成型 跟這個上面 它這邊沒有 這邊有 它的帶起來的支撐性 就會差很多 那個夾的力道 是差很多 它的穩定性 會高很多 各位常常還是有在看 那個大聯盟有沒有 有那個什麼 美技有沒有 常常有很多那種 外野飛鋪鋪球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像他們帶這種 夾的這麼 比較夾的了 有時候飛鋪 動作大一點還是 落地的時候那個 撞擊稍微大一點 眼鏡跟帽子還是會掉 更何況是 你帶這個呢 可能已經不知道 飛到哪裡去了 各位懂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先去衡量 你要從事的是哪一種運動 去選擇說 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帶起來 欸 很舒服欸 比較不會夾 可是如果說你是打棒雷球 那可能你在跑的時候 欸 穩定性就變差了 那當然啦 也有例外 像這一支 像我來帶 還是夾得很緊 為什麼 那頭比較大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實際上去試帶 你可以多比較幾支 然後你可以帶起來之後 就是譬如說 我們帶起來之後 你可以稍微這樣子晃動一下 左右搖頭晃腦晃一下 看看這支眼鏡 在你臉上的穩定性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跟 每個人的 這個頭顱有沒有 這個的寬度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的 鼻樑挺不挺 因為畢竟齁 這種運動用太陽眼鏡 它都會有點包覆型 那你看喔 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平面一點 然後鼻樑又不挺 然後你又帶包覆型的 通常 像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 都會頂到你的臉 有沒有 那有時候 你現在 戴上去 這裡頂住你的臉 你覺得還OK 可是戴久了 流汗 再什麼呢 然後再來我們臉有彈性嗎 會把它再往外 推出去 譬如說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邊是頂住你的臉了 然後它會再往回推出去嘛 所以 穩定性通常就會偏差 所以這一點 我們在選購太陽眼鏡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去注意到 這些小細節啊 它帶的穩定性好不好 還有呢 配重好不好 像 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一款就是 奧克里 它就專門針對於單車運動使用的 可是它的型 非常有科技感 這個腳ブレイ克 很有科技感 我們 有沒有很多 打棒雷球的人 帶它再打 真的有 因為我看過很多 但是通常都是什麼呢 真的都是頭型偏大 因為它真的比較寬 有很多人 像雷達系 它帶起來真的是夾得不舒服 這一款帶起來是真的會比較舒服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那種頭很大的人 我們各位看喔 看它它前面鏡片這麼大 可是它後面呢 只靠這裡 在做什麼 一個夾的一個力道 所以如果你的頭不是很大 它夾得沒有很緊 就很容易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會滑 會晃動啊 有沒有它這個 它這個配重 我們看一下 我們交過 從腳踏這個地方 它整個配重是往前的 所以它後面夾的力道是小的 但是如果你是騎單車 基本上 你的頭不會去晃啊 所以它戴在臉上 還算穩定喔 可是今天如果說 你是做動作比較大的跑動的時候 它真的穩定性就會變得很差 所以這些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 跟各位講 像這個是特利亞 像奧克里最新的這個設計 有沒有 它也是一樣 鏡腳跟筆電就是固定在鏡片上 可是 我們看這裡有沒有 這個我上次 我針對它做一個介紹 它特別這邊 這樣子做一個打彎 加厚 讓它整體的支撐性變得很好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眼鏡 就是兼具了這兩款的優點 然後 把這兩款的缺點秉除掉了 這就是奧克里 我說是化石帶的設計 所以 各位 挑選 運動用太陽眼鏡 你就可以先第一個 先衡量你的運動項目 然後你可以看你自己 頭部的晃動程度 去選擇你的穩定性 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選擇方法 那鏡片呢 就真的 你要先確定你要哪一個牌子 因為每個牌子 真的在鏡片上的設計 都不一樣 只有一點 我之前有講過 不要選擇玻璃的 前一陣子看到一個天才 在介紹玻璃的運動太陽眼鏡 如果說你玻璃的 可能登山那些真的很柔性的運動 都OK啦 什麼單車跑步 球的運動千萬都不要啊 我會把那個運動用太陽眼鏡 玻璃做的鏡片 用在一些比較動作到位大的運動 我真的覺得那真的是天才啊 那個 我只能說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啦 如果一個真的不小心 鏡片摔下去那個玻璃刺到你的眼睛 得不償失啊 對啊 所以只有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鏡片呢 你就是先 因為 鏡片真的比較難解釋 OK 譬如說你要選擇的是 你已經先確定了 我要奧克里 那奧克里 你就可以去從奧克里 去再去了解它的鏡片 所以 你最好是先決定款式再來看鏡片 不然那個鏡片 像奧克里有PRINT 像現在720有什麼 有High Color啊 各方面 真的那個設計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 鏡片我就不多聊 因為那個聊下來真的是 不知道要講到 講到何時何月啦 所以 我們今天只是先從鏡框的結構 穩定性 來跟大家做介紹 讓大家先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 從你的運動項目 去看你頭部的晃動程度 決定鏡框的穩定性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以上如果說大家對運動太陽眼鏡有需求 可以朝這方面稍微參考一下 謝謝各位